足疗 火锅店 按摩 所有的都叫服务业 服务业叫劳动密集型 所以你的服务不是那些泡脚粉 不是那些泡脚袋 你的产品是什么 每一个足疗师他们服务的态度 他们服务的技巧 他们跟客户在沟通时候的话术 所以只要劳动密集型 你的服务就是你的产品这样的行业 未来都是员工合伙人 就是员工一定不是来给你打工的 员工一定是来自己干的 所以你一定要做员工合伙人模式 一定要把员工给留住 还有员工的船帮带模式 海底捞最牛的并不是他的服务 而是他的船帮带 老店长带新店长 新店长变成老店长 再孵化新店长 怎么裂变这套机制 它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你要学的是什么 员工合伙人 你要学的是什么 学的是船帮带的机制 怎么去复制 所以你问我什么样的模式是好模式 能够开200家店就是好模式 能够低成本低风险高效率复制 就是好模式 不能复制就不是好模式 成本有上限 收入无上限 既有一次性的收入 又有一生一世的收入 盈利可持续 增长可持续 这就是好模式 帝王怎么复制 365里面也会讲 员工合伙人 怎么弄 365也会讲 教大家天地人王怎么做 天王怎么做内容 怎么做传播 帝王怎么做转化 怎么做体验 怎么做成交 员工合伙人怎么裂变 人王怎么做社群